來玩這款台服即將推出的我才能M 那我們先看一下過去的精華文章吧 那這邊就是一年前的精華文章啦 這位玩家寫的是非常不錯的 這裡還有新手選擇練腳的方向 各系的推薦角色在這裡都找得到 然後還有其他的精華在這邊都找得到的 那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留言區 不過畢竟那是早期文章的 所以還是以台服最新推出的版本為主吧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繼續試玩 好這次火柴人M除了改名名主以外 又找了一位墓主重新包裝代言 這樣子有沒有激起你更想人的決心呢 其實他打擊桿做的還算是不錯的 我們再看一下進行戰鬥 打擊桿可以的 音效做的還ok啦 就是角色不討喜 以我個人的話 嗯...這不是...這個角色不是我的菜啊 我才能這樣講 反正每一個人玩中方之類型的 其實都有目的性嘛 就像... 少女迴戰這種的啊 很香的啊 真香的啊 你可能花錢的時候 就比較不手軟一點啊 那火柴人的部分 純粹就是打爽度 還有除非你很喜歡火柴 這塊 就是火柴人啊 這一系列的IP 你可能才會覺得很好玩 不然也不太可能說一年前 開一開現在又不見了 連結消失了以後 重新包裝了 那肯定就是... 潛撞的不夠多嘛 是不是 好啦我現在已經有三位角色了 施放技能 都算...還算是... 相當不錯的啦 我看那個BOSS 哦 進行戰鬥的時候 我應該是可以切出來吧 其實他當... 呃... 當初推出的時候 我就沒有玩很久了啦 我也只是玩一天而已 點擊 開啟新章 召喚祭壇解鎖囉 來個火柴妹 可以嗎 喔喔 若千銘 喔 強攻系英雄耶 那麼秀 大家都給這隻嗎 啊 不一定喔 版本不一樣嘛 是不是 這隻好像很強耶 前起啦 繼續出征 若千銘上陣 開刷 不過放置了以前遊戲就是這個樣子啦 你有一張卡是遠遠不夠的 甚至一張卡你打不過 一般的肥料卡 如果一直沒有強化上去的話 一張卡還是遠遠不夠的 這類型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玩久了還是會覺得興趣缺缺啦 經過一年的時間 重新包裝過後 仔細挑選好一個完美的推出日期 那應該回想還會不差吧 反正去年那個時候本身就不是很有名啦 重新再來 這個在 陸斧那邊 開到五百多斧耶 所以他還是有一定的品質的啊 繼續戰兆 好 去年好像也是給這隻的樣子耶 若千銘的 好他進行戰鬥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切出來了 這裡還在下載 進行戰鬥 進行戰鬥 然後就可以不用理他了 哎呀不能切出來 你這教學 好啦不然你跳過吧 領取 拿到阿克斯這位角色 然後要開始繼續進行教學了 接下來就是換成陣型 上陣吧 不用理他了 你們慢慢打 我看一下其他地方 啊 手術送金耶 這隻角色 好像算是 好用嗎 應該還不錯吧 金 手術邀約 這是什麼 手術還可以邀約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郵件 一百火柴 我記得這遊戲福利給的蠻多的對不對 就是任務給你的啦 就是幾百抽幾百抽還是有的 幾天下來這樣子 像這種外型 不夠討喜的啊 你也只能拿福利去壓的 啊 啊 我們看一下 其他地方 喔 解鎖了二倍數了喔 最高可以開到五倍 通關戰役五至二次 就能解鎖了 再來呢 超級特權 月卡 月卡部分 好 接下來解鎖倉店 不過其實看得出來就是 舊型人遊戲啦 其實畫面 畫面好像 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啊 再召喚一次吧 兩千七 哇兩千七耶 這種要一直打下去啦 因為這些福利 目前給的不是說很好啊 神體大智商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 很想玩的話 啊等台服推出 到這支影片下方留言區 啊就可以 連接到精華攻略的文章囉 大家拜拜